第32回 杜绍卿平居豪举 楼焕文临去遗言 话说 众人吃酒散了 维斯太爷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来 向杜绍卿辞别要去 说道 我还打算到你令书 令兄各家走走 昨日 饶了师兄这一喜酒 我心里快活极了 别人家 料想也没这样有趣 我要去了 连这脏朋友也不能回败 师兄 替我质疑他吧 杜绍卿又留住了一日 次日雇了教夫 拿了一支玉杯和赣州公的两件衣服 亲自送在维斯太爷房里 说道 先君 拜蒙的兄弟 只有老伯一位了 此后 要求老伯常来走走 小侄也尝到镇上 请老伯安 这一个玉杯 送老伯带去吃酒 这是先君的两件衣服 送于老伯穿着 如看见先君的一般 维斯太爷 欢喜瘦了 报庭喜 陪着又吃了一壶酒 吃了饭 杜绍卿 拉着报庭喜 陪着送到城外 在轿前作了衣 维斯太爷去了 俩人回来 杜绍卿就到楼太爷房里去问候 楼太爷说 身子好些 要打发他孙子回去 只留着儿子在这里服侍 杜绍卿应了 心里想着没有钱用 叫王胡子来商一道 我围里那一宗田 你替我卖给那人罢了 王胡子道 那乡人 他想要便宜 少爷要一千五百两银子 他只出一千三百两银子 所以小的不敢管 杜绍卿道 就是一千三百两银子也罢 王胡子道 小的要禀明少爷才敢去 卖得见了 又惹少爷骂小的 杜绍卿道 哪个骂你 你快些去卖 我等着要银子用 王胡子道 小的还有一句话 要禀少爷 卖了银子 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 若是几千几百的 白白的给人用 这产业卖了也可惜 杜绍卿道 你看见我 白把银子给哪个用的 你要赚钱罢了 说这许多鬼话 快些替我去 王胡子道 小的禀过就是了 出来悄悄向暴婷喜道 好了 你的事有指望 而今 我到围里去卖田 卖了田回来 替你订主意 王胡子就去了几天 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 拿烧带装了来家 禀少爷道 他这银子 是九五对九七色的 又是市平 比钱平小 一千三分半 他那里 又扣到他那边 中用的二十三两四千银子 画字 去了二三十两 这都是我们本家要去的 而今 这银子在这里 拿田平来 请少爷当面对 杜少卿道 哪个奈烦你 算这些疙瘩账 既拿来 又兑什么 收了进去就是了 王胡子道 小的也要禀明 杜少卿收了这银子 随即 叫了楼太爷的孙子 到书房里 说道 你明日要回去 他答应道 是 老爹叫我回去 杜少卿道 我这里 有一百两银子给你 你瞒着 不要向你老爹说 你是寡妇母亲 你拿着银子 回家去做小生意 养活着 你老爹若是好了 你二叔回家去 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 楼太爷的孙子 欢喜接着 把银子藏在身边 谢了少爷 次日 辞回家去 楼太爷 叫指称三钱银子 与他做盘缠 打发去了 杜少卿送了回来 一个乡里人 在场厅上站着 见他进来 跪下就与少爷磕头 杜少卿道 你是我们 公祠堂里 看祠堂的黄大 你来做什么 黄大道 小的住在祠堂旁边 一所屋 原是太老爷 埋于我的 而今年代多 房子倒了 小的该死 把坟山的死树 搬了几棵回来 添补良柱 不想 被本家这几位老爷知道 就说小的偷了树 把小的打了一个臭死 叫十几个管家 到小的家来搬树 连不倒的房子 多拉倒了 小的没处存身 如今来求少爷 向本家老爷说声 宫中弄出些银子来 把这房子收拾收拾 赏小的住 杜少卿道 本家 向哪个说 你这房子 既是我家太老爷 埋于你的 自然该是我修理 如今一种倒了 要多少银子重盖 黄大道 要盖 需得百斤银子 如今 只好修补将就卸住 也要四五十两银子 杜少卿道 也罢 我没银子 且拿五十两银子 与你去 您用完了 再来与我说 拿出五十两银子 递与黄大 黄大接着去了 门上 拿了两副帖子 走进来禀道 葬三爷 明日请少爷吃酒 这一副帖子 说 也请报师父去坐坐 杜少卿道 你说 拜上三爷 我明日必来 次日 同报庭席到张家 张了斋 办了一桌起整菜 恭恭敬敬 奉作请酒 席间说了些闲话 到席江中的时候 张三爷 蒸了一杯酒 高高奉着走过席来 作了一个衣 把酒 递与杜少卿 便跪了下去 说道 老哥 我有一句话奉求 杜少卿 吓了一跳 慌忙把酒 丢在桌上 跪下去 拉着他 说道 三哥 你疯了 这是怎说 张了斋道 你吃我这杯酒 应允我的话 我才起来 杜少卿道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起来说 报庭席 也来帮着拉他起来 张了斋道 你应允了 杜少卿道 我有什么不应允 张了斋道 你吃了这杯酒 杜少卿道 我就吃了这杯酒 张了斋道 候你干了 站起来坐下 杜少卿道 你有甚话 说吧 张了斋道 穆金 宗师考卢州 下一棚就是我们 我前日替人 管着买了一个秀才 宗师有人 在这里懒这个事 我一把三百两银子 兑于了他 后来他又说出来 上面严谨 秀才不敢卖 倒是 把考等地的 开个名字来补了领吧 我就把我的名字 开了去 今年 这领 是我补 但是 这买秀才的人家 要来退这三百两银子 我若没有还他 这件事就要破 沈家姓名关系 我所以和老哥商议 把你前日的田价 借三百与我打发了这件 我将来慢慢地还你 你方才已是一了 杜少青道 呸 我当你说什么话 原来是这个事 也要大惊小怪 磕头礼拜的 什么要紧 我明日就把银子送来于你 报庭喜 拍着手道 好爽快 好爽快 拿大杯来 再吃几杯 当下 拿大杯来吃酒 杜少青 杜少青醉了 问道 藏三哥 我且问你 你定要这林生做什么 藏了斋道 你哪里知道 林生一来中的多 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 十几年供了 朝廷试过 就是去做支县 推官 穿螺丝结底的靴 做堂 酒签 打人 像你这样 大老官来打秋风 把你关在一间房里 给你一个月豆腐吃 争死了你 杜少青笑道 你这匪类 下流无耻极 报庭喜又笑道 笑谈 笑谈 二位老爷都该罚一杯 当夜席散 次早 叫王胡子 送了这一箱银子去 王胡子又讨了六两银子赏钱 回来在鲜鱼面店里吃面 遇着张俊民在那里吃 叫道 胡子老官 你过来 请这里坐 王胡子过来坐下 拿上面来吃 张俊民道 我有一件事托你 王胡子道 什么事 医好了楼老爹 要谢礼 张俊民道 不相干 楼老爹的病 是不得好的了 王胡子道 还有多少时候 张俊民道 大约不过一百天 这话 也不必讲他 我有一件事托你 王胡子道 你说罢了 张俊民道 而今 宗师将道 我家小儿要出来应考 怕学历人说 是我冒急 托你家少爷 向学历相公们讲讲 王胡子摇手道 这事 共总没中用 我家少爷 从不曾替学历相公讲一句话 他又不欢喜人家 说要出来考 你去求他 他就劝你不考 张俊民道 这是怎样 王胡子道 而今 倒有个方法 当我替你回少爷说 说你家的确是冒考不得的 但凤阳府的考棚 是我家仙太老爷出钱盖的 少爷要送一个人去考 谁敢不一 这样记着他 他就替你用力 连贴钱都是肯大 张俊民道 胡子老官 这事 在你做法便了 做成了 少不得言深寸 王胡子道 我哪个要你谢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小侄 人家将来进了学 穿戴着促心的方巾 阑珊 替我老叔子多磕几个头就是了 说吧 张俊民 还了面前 一起出来 王胡子回家 问小子们道 少爷在哪里 小子们道 少爷在书房里 他一直走进书房 见了杜少卿 禀道 银子 已是小的送与 张三爷收了 着实感激少爷 说 又替他免了一场是非 成全了功名 其实这样事 别人也不肯做的 杜少卿道 这是什么要紧的事 只管跑了来 捣熟了 胡子道 小的还有话 禀少爷 像张三爷的领 是少爷替他补 宫中 看祠堂的房子 是少爷盖 眼间的学院 不是来考 又要寻少爷 修理考棚 我家太老爷 拿几千银子 盖了考棚 白白便衣众人 少爷 就送一个人去考 众人谁敢不一 杜少卿道 同生自会去考的 要我送怎的 王胡子道 假使小的有儿子 少爷送去考 也没有人敢说 杜少卿道 这也何笑说 这学里秀才 未见得好似奴才 王胡子道 后门口 张二爷他的儿子 读书 少爷 何不叫他考一考 杜少卿道 他可要考 胡子道 他是个冒级 不敢考 杜少卿道 你和他说 叫他去考 若有林生多话 你就向那林生说 是我叫他去考的 王胡子道 是了 硬诺了去 这几日 楼太爷的病 渐渐有些重起来了 杜少卿 又换了医生来看 在家心里忧愁 急一日 张三爷走来 立着说道 你晓得有个新闻 县里王公坏了 昨晚摘了印 新官压着他 就要出衙门 县里人都说 他是个混战官 不肯借房子给他住 在那里急得要死 杜少卿道 尔金怎样了 葬了斋道 他昨晚还赖在衙门里 明日再不出 就要讨没脸面 哪个借屋与他住 只好搬在孤老院 杜少卿道 这话果然吗 叫小四 叫王胡子来 向王胡子道 你快到现前 向工坊说 叫他进去 禀王老爷 说王老爷 没有住处 请来我家花园里住 他要房子慎急 你去 王胡子 连忙去了 赃料斋道 你从前 会也不肯会他 今日为什么 自己借房子 与他住 况且 他这事有拖累 将来百姓 要闹他 不要把你花园都拆了 杜少卿道 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 人人知道 就是我家藏了强盗 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 这个老哥放心 至于这王公 他既知道仰慕我 就是一点造化了 我前日若去拜他 便是奉承本县之县 而今 他官已坏了 又没有房子住 我就该照应他 他听见这话一定就来 你在我这里候他来 通他谈谈 说着 门上人进来禀道 张二爷来了 只见张俊民走进来 跪下磕头 杜少卿道 你又怎的 张俊民道 就是小儿要考的事 蒙少爷的恩典 杜少卿道 我也说过了 张俊民道 各位林生先生 听见少爷吩咐 都没得说 只要门下 捐一百二十两银子 修学工 门下 哪里捐得起 故此 又来求少爷商议 杜少卿道 只要一百二十两 此外 可还在要 张俊民道 不要了 杜少卿道 这容易 我替你出 你就写一个 愿捐修学工 求入籍的城子来 脏三哥 你替他送到学里去 银子在我这里来取 张三爷道 近日有事 明日我和你去吧 张俊民谢过去了 正迎照王胡子飞跑来道 王老爷来拜 一到门下轿了 杜少卿和张了斋迎了出去 那王之县 沙冒便服 近来作一再拜 说道 久仰先生 不得一面 今 弟在困惑之中 蒙先生 凯然以尊斋相见 令弟 赶愧无地 所以 先来谢过 再细细请教 恰好 藏年兄 也在此 杜少卿道 老夫太 歇小之事 不足介意 荒斋 原是空闲 敬请搬过来便了 赃了斋道 门生正要同庇友 来候老师 不想 反了老师先师 王之先道 不敢不敢 打工 上轿而去 杜少卿 留下赃了斋 取出一百二十两银子 来递与他 叫他明日 去做张家这件事 张了斋 带着银子 去了 次日 王之县 搬进来住 又次日 张俊民 备了一喜酒 送在都府 请张三爷 同报师傅陪 王胡子 撕向报庭 写道 你的话 也该发动了 我在这里算着 那话 已有个完的意思 若再遇个人来求些去 你就没账了 你今晚开口 当下 客到齐了 把席摆到厅旁书房里 四人上席 张俊民 先捧着一杯酒 谢过了杜少卿 又斟酒 作医谢了张三爷 入席坐下 席间 谈着许多事故 报庭喜道 门下在这里 大半年了 看见少爷用银子 像糖水 连裁缝 都是大捧拿了去 只有门下 是七八个月的 养在府里 白混些酒肉吃吃 一个大前也不见面 我想 这样干面片也做不来 不如开开眼泪 别处去哭吧 门下 明日告辞 杜少卿道 报师父 你也不曾向我说过 我晓得你什么心事 你有话说不是 报庭喜 忙针一杯酒 递过来说道 门下父子两个 都是交戏班子过日 不幸 父亲死了 门下 消折了本钱 不能替父亲争口气 家里有个老母亲 又不能养活 门下是该死的人 除非少爷赏我个本钱 才可以回家养活母亲 杜少卿道 你一个黎园中的人 却有思念父亲 孝敬母亲的念 这就可敬得很了 我怎么不帮你 报庭喜站起来道 难得少爷的恩典 杜少卿道 坐着 你要多少银子 报庭喜看见王胡子 站在底下 把眼望着王胡子 王胡子走上来道 报师父 你这银子要用的多了 连叫班子买行头 怕不要五六百两 少爷这里没有 只好将就 弄几十两银子给你 过江 无起几个猴子来 你再跳 杜少卿道 几十两银子不计事 我竟给你一百两银子 你拿过去 搅班子 用完了 你再来和我说话 报庭喜跪下来谢 杜少卿拉住道 不然 我还要多给你些银子 因我楼太爷病重 要料理他的光景 我好打发你回去 当晚 张张二人都赞杜少卿的慷慨 吃把散了 自此之后 楼太爷的病 一日重一日 那日 杜少卿坐在他跟前 楼太爷说道 大相公 我从前挨着 指望病好 而今看着光景 病是不得好了 你要送我回家去 杜少卿道 我一日不曾尽得老伯的情 怎么说要回家 楼太爷道 你又呆了 我是有子有孙的人 一生出门在外 今日 自然 要死在家里 难道说 你不留我 杜少卿 垂立道 这样说 我就不留了 老伯的受气 是我背些的 如今 用不着 是不好带去了 另拿几十两银子 何惧受气 衣服 被褥 是坐停当的 与老伯带去 楼太爷道 这棺木 衣服 我收你的 你不要又拿银子 给我家儿子孙子 我在这三日内 就要回去 坐不起来了 只好用床抬了去 你明日早上 到令先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 说楼太爷告辞回去了 我在你家三十年 是你令先尊一个知心的朋友 令先尊去后 大相公 如此奉识我 我还有什么话 你的品行文章 是当今第一人 你生的个小儿子 尤其不同 将来好好教训他 成个正经人物 但是你不会当家 不会相遇朋友 这家业 是断然保不住的了 像你做这样 慷慨仗义的事 我心里喜欢 只是也要看 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人 像你这样做法 都是被人骗了去 没人报答你的 虽说施恩不忘报 却也不可这般贤痞不明 你相遇这张三爷 张俊民 都是没良心的人 近来 有天一个报庭喜 他做戏的 有什么好人 你也要照顾他 若管家王胡子 就更坏了 银钱也是小事 我死之后 你父子两人 适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 德行若好 就没有饭吃也不妨 你平生最想好的 是你家慎卿相公 慎卿虽有才情 也不是什么厚道人 你只学你令先尊 将来 短不吃苦 你眼里 又没有官长 又没有本家 这本地方 也难住 南京是个大邦 你的财情 到那里去 或者还遇着个知己 做出些事业来 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 大相公 你听信我言 我死也明梦 杜绍卿流泪道 老伯的好话 我都知道了 忙出来吩咐 雇了两班饺子 抬楼太爷 过南京 到桃洪镇 又拿出百十辆银子来 赋予楼太爷的儿子 回去办后事 第三日 送楼太爷起身 只因这一番 有分教 经师持管 又看俊杰来游 江北家乡 不见英贤豪举 毕竟后事如何 切听